嗨,大家好,我是科幻迷布马,今天带来的短片叫做《世界之外》 末日世界地表氧气耗尽,海洋却在扩张,幸存者全靠末日前的氧气罐生存,但那也只是坐持山空 眼看灭绝在即,他们狠狠发誓,就算绝地三尺也要找到出路 朱莉叶是末日研究所的清洁工,工作途中总会经过许多宣传画 这张说明人类已经开始进化之路,方法是往脖子上人工换塞 而这一张是正能量宣传语,呼吁人们安居乐业 但他底下就是末日将至的绝望消息 这天他工作时,一伙士兵推着奇怪声舞呼啸而过 朱莉叶仅凭露在外面的胳膊,怀疑着并不是人类 他正纳闷时,低头才发现自己随身听被撞坏了 一月是他工作时的唯一未解,而士兵们对于撞坏他却满不在乎 因为清洁工的地位实在太低了 下一处要清理的是实验室 这里立着许多蓝色储存仓,其中一个隐隐有光 还传来了愤怒的咆哮声 看来这就是刚才抓走的神秘生物 朱莉叶吓了一跳,但仍然继续清理卫生 这是一处血迹模糊的手术台 之前做的人工换三术就是在这进行的 朱莉叶正在工作时 一个貌似首领的老男人妈妈里里赶来 他急不可耐,今晚就想把神秘生物的塞换自己身上 手下解释说呢 移植前必须先给这个生物做清洁 他就急着按下开关 让储存仓像洗衣机一样猛烈翻滚 神秘生物痛苦挣扎 朱莉叶不忍心,既然首领走了 就偷偷关掉开关 这时他才首次见到神秘生物的全貌 原来他是海洋人,蹄肤泛着美丽蓝光 他的胸前有着触目惊心的伤口 这一定是士兵在抓捕他时留下的 朱莉叶正在震惊呢 广播又在召集实验人员 叫他们立刻来解剖海洋人 朱莉叶急了,阿妈去你们的吧 愤然砸碎了储存仓的玻璃 海洋人重获自由,但也没法呼吸 朱莉叶就加急把他推出基地 士兵们吃了一惊,纷纷开枪射击 但海洋人太稀有了 首领害怕误伤,命令停火 他们只好徒手追来 朱莉叶被一个士兵拦住 他在纠缠中摘掉对方面具 让他无法呼吸 自己呢则加速冲刺 推着海洋人冲下悬崖 虽然海洋人得救了 但朱莉叶不等水性 只在深海中无限下沉 最初四周只是一片漆黑 让人恐惧 但他沉到更深处 就能见到水母的淡淡荧光 再到更深处 更是出现了一片美奂的水下望光 海洋人由来拖住他的身体 似乎是想把他拖回陆地 但他却摇头拒绝摘下了呼吸罩 我们惊讶发现 他就算没有呼吸罩 一样可以在水下呼吸 海洋人也很不解 而朱莉叶却是一副早有预料的样子 短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虽然前半段不出所料 结尾却引人遐想 朱莉叶究竟为什么会水下呼吸呢 最开始看的时候 我以为是海洋人有神奇的魔力 赋予他水下呼吸能力 就像加勒比海盗一样 他们从此在海底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但我在二刷的时候 发现海洋人对此也很意外 他发现朱莉叶能水下呼吸的时候 先是惊讶瞪达双眼 又疑惑紧皱眉头 反观朱莉叶倒始终是坚定的眼神 我据此猜测 朱莉叶其实一直就知道自己能水下呼吸 我们从最初的海报等看出 新进化的人类是在脖子上面有余塞 而朱莉叶从头到尾一直故意带着微博 可能他早就有了塞 带微博就是为了掩盖这一点 这技能解释他为什么落水这么久 却没有事 也能解释他为什么一见海洋人就产生了感情 另外大家看这段故事时 一定觉得他和水行物语特别像 本片最早上映于2015年 曾在2015年的澳大利亚科幻电影节获奖 而水行物语在2017年上映于美国 这二人不见好奇 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据说荷兰电影学院也曾经参与本片制作 他们曾发表声明 表示这两部作品各不相同 并不存在抄袭问题 不过我也只是道听途说 并没有找到具体的消息来源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奥fans 咱们下期再见